佛法的修学 最重要的 也是最基本的 必须要从建立新的人生观开始 这些理念 最重视的 也就是人生观 宇宙观 换一句话说 我们对宇宙人生的想法看法 在这个世间 这段事情 可以说是 每个人的见解不相同 思想不一样 所以就造成 许许多多的障碍 改善 这个事实 就是佛经里的所讲的 邪知邪见 我们的看法 想法 错了 错在什么地方 错在 绝非四十真相 所以 经论里面 常说的 堕落 为凡夫 如果你对于 宇宙人生的看法 想法 正确 什么是正确 与四十真相 完全相应 你的看法 想法 确实 是四十 这叫正知正见 也叫佛知佛计 说佛知佛计 大家千万要记住 不能误会 是他佛 哦 释迦伯的佛 释诺哲纳佛 总以为是他的致敬 我们要依他的致敬 这还是错误的想法 看法 不是正确 佛知佛见 这个佛是什么意思 佛是自己 不是他了 自己真正觉悟了 明白了 觉悟什么 明白什么 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 真觉悟 真明白了 就叫做佛 对于宇宙人生真相 不明白 就叫做反复 反复跟佛 差别了 就在此地 一个是明了 一个是不明了 所以明了的致敬 就叫佛知佛见 诸佛明了 我们称他做佛知佛见 自己明了了 也称佛知佛见 这是基本的一个概念 要搞清楚 明了是一个什么样子 宇宙人生 是一个整体 决定不可以分割 是一个整体 就像我们这个身体一样 身体里面 每一个细胞 每一个毛发 组成这个整体 不能分割 我们身体 这个身心的复杂 跟外面的大宇宙 静虚空边发界 一阵庄严 那个复杂的程度 是恰恰相等 不会说 这个大宇宙 比我们这个身体 更复杂一些 没这个道理 确定是相等 不但我们这个身体 复杂的状况 跟虚空发界相等 佛告诉我们 乃至于 一毛 一尘 毛是将我们 汉毛啊 这身上的汉毛啊 这个汉毛啊 是镇报里面最小的 汉毛不是什么 毛端 尖端 佛讲微尘 什么是微尘呢 现在讲的原子电子 我们肉眼都看不见 一报里面最小的 他单不单纯呢 不单纯呢 他的那个复杂程度啊 跟虚空发界 也是相等 这不可思议 我们如果说 我们一个人生 包括我们的思想 跟虚空发界相等 也许很勉强 能承认 说是一毛端 一微尘 也跟虚空发界 复杂的状况相等 就很难相信 何以知道 他的复杂程度 跟虚空发界相等 佛在经上讲 越毛端 越微尘 祝福如来 在里面转大发来 这个话 我们在经上 常看过 是毛端没有放大 佛差了 没有缩小 华言里面讲的 四思无碍的境界 既然一个矛盾 能够容纳 无量无边的佛差 你就晓得 他都复杂了 哪有那么单纯呢 所以佛才给我们 说出宇宙人生的真相 真相是什么 没有大小 没有内外 没有来去 没有意义 没有生命 说的是四思真相 所以佛 总说 这个境界 这个四思真相 叫不思议境界 不但不是我们凡夫 能够实际 身闻 原觉菩萨 摄法界里面的佛 都不能四解 这是摄的四思真相 所以 所以静虚空变法界 是一个完美的 整体 整体就是自己 你如果见到了 肯定了 你丝毫不怀疑 承认了 这个在佛法里面 就是说 你正得清净 发身 你想想看 你正得清净 发身 你就成佛了 那么你现在这个身体 就是报身 就是隐身 如果我们在佛法修学过程当中 或者是我们在整个生命的过程之中 要真正能达到 一些无障碍 这一个观念非常重要 我们正正想 断烦恼 消业障 开智慧 都必须要建立在这个基础上 阿妮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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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妮陀佛